Hello 我是Ivan 今天想分享的就是 全世界最高瀏覽量的50個網站 其實他們通常是做些甚麼 所以那個瀏覽量可以這麼高呢 那為甚麼我無緣無故研究這些東西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最近在整個堆網 在試著提升那個patreon user 去賺一些AdSense 或者如果外國的market 可能是一些affiliate marketing的東西 所以很想在這裡看 可能有些甚麼網站 其實他們會靈寫吸引一些users喜歡看的呢 就是有兩個網站我會展示出來去看這些top site 第一個就是Alexa 就是Amazon的一間公司 它會顯示就是Google YouTube Tmall QQ這些 普遍看到都是一些search engine 或者是其實這些平台的特性就是它自己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Google YouTube Tmall 其實自己是沒有東西的 都是平台性質的東西 讓一些users去擺東西上去為主 或者是社交媒體 你看到Facebook 投稿啊 JD 這些全部都是的 唯一一個是叫做 真是自己有一些內容的其實是維基 維基就排不前了 接著你會看到Zoom很多 也有很多人用了 那就是Netfax啊 Microsoft這些 這些都是社交媒體的東西 然後有些電視的網 應該都是國內的一些電視網 什麼panda那些 付費的 有Alipay啊 接著又是search engine 這個就是Shopify 即是你用Shopify的那個電商網 你就知道你整個網店 你要lock in它 那就是賣Shopify 這樣都多人用 就是說 也都驚訝一點點 原來日本人口它不是最多 但是如果以那個流量來說 Alexa計算到日本的Yahoo是多人用的 接著有其他人的search engine 接著又是Amazon 那你見到大部分都是平台唯多的 是啦 那Adobe的就少數一點 另外再看一下 在另一個網 叫SimilarWeb 就是通常你分析一些網 很快網一看就會用Alexa SimilarWeb 那SimilarWeb就會show多一點點東西的 就是那個流量啊 估計啊 那你見到都是一些search engine 但是剛才那個好像我不覺得有Twitter 這個就是Twitter 就是他們的排名高低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他們collect一些的數據的方式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你會見到 為什麼剛才那個Alexa 就可能有些網牌高一些 這個牌子沒有那麼高啊 那你見到都是search engine 但是這個多一些的 它有些鹹網在這裡 很多X那些 設了Addu那些 但是剛才Alexa就沒有了 Whatsapp這裡有track出來的 就是web版可能是 然後又是鹹失網 就是頭那十幾個網 其實有三個都是鹹失網來的 其實鹹失網的流量是很高的 這個又是Addu 然後其他就是social media 剛才那個沒有tiktok的 這個有的 都是search engine為主啦 然後這個就是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有玩過的遊戲 robots那個 都排得很前下的 另外日本原來的Yahoo都挺strong的 你看到它們走進去的 然後weather 又是weather 就是頭五十大在Alexa 和similarweb 顯示出來都挺不同的 它們兩個collect的方法其實是接近的 就是它們會有一個叫做tour bar 就是給你去裝了在你可能Google Chrome的extension 那你去開什麼網站 它記錄下 然後project 你在香港有10%的人用 它就project100%的人 其實都會去哪些網民主 但是你會看到 我懷疑就是Alexa就可能 我不知道它是年之內一點 所以在Global也多人用一點 而similarweb 不知道會不會 specific某些國家會多一點 還有它某些分類 Alexa就沒有grab的 比如Addu 鹹失那些東西 Whatsapp那些東西 在Alexa就沒有了 從這些平台 我純粹看到就是要做到真的很多人用 其實就一定是UGC的 它的users自己提供 No matter 是一個marketplace的產品 上文或者是search engine 但是 當然我純粹只有一個看者 就是top50是很誇張的那麼高的流量 但是純粹叫做 感覺就是Uber這麼厲害 但是其實它自己沒有車的 網站流量這麼厲害 原來它自己沒有內容的 所以做平台 如果做得大就是很大的 做內容就永遠都追不上這個速度 那都會有一點點 insight 就是 究竟其實是否做一些 叫aggregate某些information 再去分析 再去revise 然後出了一些新的內容 會容易過自己這樣寫呢 那現在都是在想這些東西的 那如果你都有些不同的看法呢 你可能都會做一些不同的網 嘗試去拿流量 那都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交流一下 下次見